年年新年都想自己寫輝春 但又沒有寫無不字的習慣 是否覺得無從入手呢? 今年新年這麼多時間留在家不如試寫無不字 自己的輝春自己寫 竹字室老師Ficky的輝春書法八 一開始會教大家基本的筆法 亦都會講中文字的比例 以及點寫好常見的四字輝春 寫輝春的時候記得字要大隻一點 圓潤飽滿一點 而且坐的時候千萬不要翹腳 而且要坐直一點 現在寫大字 嘩 完美 本身我自己是一個左腰的人 所以在寫無不字的時候 就會發現寫一些字 就算這隻是慣用手 寫上去都是有種不就手的感覺 但剛才我轉了用右手之後 我竟然覺得右手比左手好 以這個一納為例 如果用左手寫的話 整個感覺就是以推出去做收尾 所以就會變得大字真的很大 但如果用了右手之後 就會感覺是慢慢秤起一隻手 就會有一個尖尖位出來 這一顆就漂亮很多了 所以我立刻覺得 我的右手好厲害啊 所以說寫輝春記得要 這麼大 有這麼大就這麼大 沒有寫得那麼小 不然就寒寒酸酸 如果你沒有信心寫得漂亮的話 還可以叫老師幫你寫自己買酒 寫輝春來說 紅紙就真的最重要了 如果你都想在家裡寫輝春的話 就可以去他們的網站 訂一些特別設計的紅紙 除此之外 這裡還有香港手工仔的金脈 不需要稀釋 直接用就可以了 寫中國書法也可以 西洋書法也可以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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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